19世紀起,香港已經有路邊街檔 他們都是為了維持新計 後來因為衛生環境而被政府驅逐 而售賣小食的類容有很多 例如雞蛋仔、臭豆腐、魚蛋、缽仔糕等 大多數都是以紙袋或發泡膠來裝 店內都沒有任何餐桌設備 符合香港人生活節奏和飲食快速的文化 19世紀末,香港已經出現由外國引入的酒吧 而這些外國酒吧的顧客通常都是以外國人 以及曾經在外國生活的香港人為主 集中在中環、尖沙咀、銅鑼、灣仔 只有很少平民光顧 20世紀初,一些平民化的酒吧才在旺角、太子、地鐵站等附近地區出現 才開始有多些平民光顧 當時這些酒吧經常有啤酒推廣的小姐 在這類型的酒吧出現 20世紀初,香港曾經有大量大排檔 大排檔曾經是普遍的食肆 但是由於苛刻的衛生問題和政府不再發牌 所以現在大排檔越來越少 大排檔現在經過多次的轉變之後成為了冰室 即是現在的茶餐廳 自六七十年代起 大快活、大家樂、美侵快餐相隔在香港開業 而很流行的麥當勞快餐店 在一旦展示開張 麥當勞快餐店的開張也都標誌著香港快餐文化的興起 香港人中飲茶 但是隨著咖啡店在十九世紀末的出現而漸漸受到歡迎 現在流行的StarBus都是十九世紀末開業 它的開業標誌著香港咖啡文化的興起 所以每個飯都會有這麼快餐